风云无际 你又想搞什么东西 一个戏虐的声音远远的传来 风云无际抬起头来 目光直接透露那片乌云之中 原本一脸嬉笑的战魔 在接触到风云无际的目光时 脸色长个一僵 怎么也笑不下去了 哼 战魔冷哼一声 在那片阴云之中站了起来 本座在这里都等了好多天了 西门吹雪始终和那老不死的混在一起 想二打一 传说剑神武功乃是剑狱之首 既然西门吹雪没胆和本座比 那本座得拿你开刀 风云无际默然地扫了一眼战魔 看到那莫无感情的一眼 战魔的心中毅力 还没反应过来 一股强大无法抵抗的精神力 重重地轰在心田上 砰 战魔浑身爆散出一阵魔物 闷哼一声 身躯如断线的风筝 从那片阴云之中抛出 远远地坠了开去 战魔一击被风云无际轰飞 这结果大大出乎了西门吹雪 与剑魔的意料 两人从静修之中醒来 默然站起身来 齐齐看向风云无际 黑色的长发迎风怒舞 风云无际侧对着西门吹雪与剑魔 墓中露出一片思索的神色 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淡淡的声音滑过悬崖 飘入到两人耳中 没有丝毫犹豫 一阵风过后 二人静静地站在风云无际的身后 风云无际在崖上站立了片刻 随后飘身而下 西门吹雪与独孤求败 没有发出任何的声音 在漫长的时间中 他们似乎如风云无际的倒影一般 一直默默地跟随在他的左右 毫无怨言地辅佐他 三人脚下毫不停留 在南方一处腐臭的沼泽之中 三人停了下来 西门兄 在此地留下你最强的建议 风云无际开口道 尽管不知道风云无际想干什么 但西门吹雪思索片刻后 便闭上了眼睛 很快 西门吹雪的全身衣袍无风自动 片刻后 一股飓风以西门吹雪为中心 贴着地表向四方标扬而去 嗡 一声嗡然的剑鸣声震动四方 西门吹雪全身包裹在一片 萌萌的剑气之中 灰色腐烂的泥枣之中 发出密集虫子临死时的斯鸣声 一股毁灭的气息在地下 沿着四方扩展而去 那无形气息所过之处 沼泽之地 一片片虫子浮了起来 一动不动 轰隆 一声雷响 天地骤然一暗 无尽的雷云从四面汇植至 西门吹雪的头顶 可以了 西门吹雪突然睁开眼 与此同时 那滚滚乌云也突然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嗯 风云无际点点头 随后道 东方 西门吹雪了然地点点头 随后右腿拔底而起 踏入虚空 飘然而去 独孤求败迅速地跟上 目光瞥过西门吹雪 留在地上的两道脚印 风云无际拔空而起 身后留下一个浊白的剑体化身 一动不动 几乎是在三人离去之后不久 地上从西门吹雪留下的脚印处 一道黑白二色的剑光 冲天而起 直冲云霄 而在风云无际落足之地 那浊白的剑体化身 突然走了过去 一掌 伸入那生失惊人的毁灭剑体之中 咻 一声一响之后 蕴含西门吹雪 最强剑意的剑气 连同风云无际里 那道无限小天地的化身 一并沉入地下 消失不见 西方 东海之盼 独孤求败 将最终的剑意留在了海盼 连同风云无际留下的另一个 浊白化身 一同沉入大海之中 消失不见 北方 雪域之中 风云无际 将意念剑体大法 最强的意念 沉入大雪之下 西方 魔域边缘 剑神风云无际 剑圣西门吹雪 剑魔独孤求败 呈犄角之士战力 三人之间 一道黑白太极图 不断地出现在三人之中 三道各不相同的剑意 由三人的身上直冲天而起 一道巨大的剑鸣之声 离三人不远处 紫黄 赠予风云无际的赤霄宝剑 倒叉于地 赤霄宝剑上 那紫色越来越强烈 似乎感应到 三人身上那股气息 赤霄剑身 剧烈地颤抖着 由剑身 发出了 那深深掩盖的杀戮之气 越来越重 但三人 视若未决 身上的气息 反倒是越发强烈了 轰 一道巨大的 堪与三人比拟的杀戮之气 从赤霄剑上破地而出 化为一道巨大的紫光 将赤霄宝剑 完全吞没 那道紫光 如一柄惊天俱剑 将天地洞穿 剑尖搅动漫天阴云 只叫天地变色 砰 风云无忌一步步走了过去 一手探入剑光之中 握住剑尖猛然一用力 整柄赤霄宝剑 贯穿地层 没入地下 连带那强烈的杀戮剑光 也没入地下 消失不见 完成这一系列事情之后 风云无忌带着西门吹雪 与剑魔独孤求败 出现在了圣山消失的地方 远远的 便可看到一名 年轻的男子 贵服于帝 师尊 弟子遵命而来 滑破空间而来的池商 贵服于帝 安静道 很好 风云无忌点了点头 现在 把你神级太极剑道 最强的意念 留在你脚下的这片土地 池商脸上露出了一丝鱿鱼 可是 弟子恐怕功力不够 我和你几位师叔会助你的 风云无忌带然道 哼 池商文言放下心泪 从黄金城回来后 池商便觉得 师父似乎完全变了一个人 许多行为都变得高深莫测 让人难以理解 如今 于太古四方 布下建议之举 更是古怪 令人难解其意 但漫长的时间里 让池商养成了 对风云无忌 绝对的相信与尊敬 即便心中有疑惑 却也是沉入心底 剑阁三主 刚一走出建狱 便吸引了一根强者的注意 其古怪的举动 也是让人莫名其妙 不知所以 但那一道道神时 依旧停留在上方 不肯离去 风云无忌 似乎也并不在乎 任由他们窥测 三只手掌 按在池商的背上 三股纯粹的剑翼 滚滚地涌入到池商的体内 轰 一股强烈的气劲 从池商的体内蹦出 一刨鼓起 那气劲所过之处 所有的光线 全部被吸收进去 只见 一片圆形的阴影 向着四方扩展而去 所过之处 黯淡无光 呸 池商 胸膛猛地震动一下 一道黑白二色的太极气劲 从池商的胸腹之处 缓缓地扩展而出 太极图 朴一出现 天地巨景 万类巨灭 所有的声音 全部消失 四面八方 一道道神石 投注到 这蕴含大道的太极剑道手 天边四角 四道颜色各异地 剑气冲天而起 如四根巨柱 支撑天地 这等异象 却是惊醒了 各方的强者 池商体内的真气 似乎受到什么牵引 太极剑道 猛人加速扩展而出 便在此时 风云无际的眉头微皱 脑海之中 大量的风印破开 一股新的剑意 涌入池商的体内 急速扩张的太极剑 默然停止了下来 随后 一阵砰砰异响传来 池商只觉得 体内的真气 产生了一丝难明的变化 神石所及 震惊地看着体外 那圈太极图周围 出现了八卦的图案 这才是一个 完整的太极 池商听到耳畔 风云无际 喃喃地自语道 八卦成形 天地变色 风起云有 整个太古的天空 化为一片阴暗 浓浓的乌云 无浮极远 将整片大地 沿入黑暗之中 阴暗的天地中 东 南 西 北 四角 及中央的五道 截然不同的剑气 极为醒目 这等天地异乡 已然引起整个太古强者们的注意 杀戮剑道 紫黄 毁灭剑道 西门吹雪 无极剑道 独孤求败 意念剑道 风云无际 太极剑道 持商 浩瀚剑道之中 五种涵盖所有剑道奥义的终极剑道 在太极剑道的河条之下 会发生何等的变故 轰隆 整个太古的地面 重重地震动了一下 大地深处 无数隐修者 被这近乎不可思议的变化 所惊醒 神识破地而出 一探究竟 轰隆 又是一声巨响 整个大地几乎跳了起来 太古的天空下 一名名爵士强者 站立在大地上 闭幕 感觉着周围的变化 每个人都能感觉得到 一股股强大的建议 正在影响 整个太古的空间规则 刀屿 占地盘坐于占地行空前 感觉着运行 整个太古的空间规则 正在一点点地产生变化 试图 恢复到最初 运行时的轨迹 不由皱了皱眉头 风云无际 他到底在干什么 想震出圣山吗 只是 是不是 仓促了点呢 五种建议落足之处 大量的天地元气 疯狂地灌入其中 于是建议 便越发地强烈起来 五种终极建道 互相影响着 产生着 不可逆转的变化 但凡拥有领域者 都感觉到 整个太古的规则 正在波动 变化 原本圣山消失处 轰隆隆隆 雷霆巨响 半空之中 一座数千丈高的 古谱巨山 浮现于半空之上 雷光之中 那山体外表 显露出一道道细碎的痕迹 山体之下 映照出 无数层层叠叠的 空间阴影来 一道巨响 消失了漫长时间的圣山 在一股不可抗力的作用下 重重的坠落地面上 整个山体摇晃着 由巨大的锥形山体内 蹦射出一轮巨大的光照 将整个圣山笼罩在内 然而即便如此 从山体外延上 依旧滚落大量的碎石 扩别漫长的时间之后 圣山终于再次降临了 圣山之巨 一阵阵破空声传来 不消片刻 在山体边缘涌出 一道道陌生的人影来 风云无际 你好大胆子 一道咬牙切齿的声音 从圣山之间飘响 那绰绰人影之后 巨大的圣殿在光辉中 雷光之中若隐若现 太古中心 几乎是在圣山出现的半空同时 风云无际若有所感 慢慢地抬起头来 望入长空的深处 同时按在驰伤身上的手掌 也都松了开来 你似乎有些太过急躁了 黑暗之中 一身黑袍的营货 裹紧了身上的袍子 慢慢地走了过来 取久不见 营货额上的皱纹 似乎添了不少 若是在驰伤 只怕就不用我们急躁了 风云无际并没有回头 似乎早已知道 营货会在此时此地出现 驰伤 可以了 送快手吧 营货看着驰伤 依旧在扩展太极 便开口道 他会自动吸纳天地元气的 五道最顶尖的建议 一旦平衡 便很难打破 说吧 转过身来 对风云无际道 现在 你想怎么办 圣殿中的潜伏者 已经被你惊动了 你已经打草惊蛇了 领域的光照 从风云无际的体内蹦出 将一干人等 笼罩在内 隔绝一切 愧策的神石 风云无际这才缓缓道 只要一日圣殿 不在太古 那么局势 便不在我们掌控之中 只要他们一旦察觉出任何异动 哪怕并没有真正发现到真相 我们也将功亏一篑 我们别无选择 你应该明白的 赢或哑人 随后摇摇头 随你怎么办吧 至尊让我来帮你 显然 至尊认为 你有解决眼下情况的能力 至尊都这般认为了 那么一切 便由你决定吧 至尊 池商惊呼 两人谈论的东西 显然只有两人才知道 不用奇怪 我已见过至尊了 详细情况 以后有时间 再向你们道来吧 风云无际淡然道 哦 池商点了点头 但即便是西门吹雪 也感觉得到 池商的情绪 变得极为激动 虽然他极力地压制 这段时间不见 我发现 你变了很多呀 迎货说道 当初第一次碰到你时 真是令人不可思议呀 风云无际淡然一笑 似乎并不于在此事多言 接下来 你想该怎么办 迎货深知 事情缓急 也不在此事上多过纠缠 等 风云无际的回答非常简洁 迎货若有所物 脸上露出思索的神色 风云无际的目光 变得极为深邃 魔族既然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采取行动 显然 他们也并未得到 想要的信息 或者说 他们还没有机会 去接触最高的机密 也就是说 我们还有机会 迎货突然开口道 风云无际 瞥了一眼迎货 神色 依既就是那般的平静 无形之中 有种令人设复的感觉 不错 只要他们一日还没有发现 那么 我们便还有机会 而且 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 情况 或许还没有坏到 我们想象的那般 魔族 应该只在圣殿高层之中 部分渗透 而非全部渗透 而接下来的几日 便是印证我推测的时候了 而这时 风云无际的语气一顿 对着虚空触道 陛下 你既然已经来了 便进来一坐吧 正好 我也有一件事 需要你的帮助 一股蓬勃的冰寒刀气 由四面八方回来 风云无际 直接在领域上 让出一颗口子 让这股气息 涌入领域之中 反正 以战地的修为 风云无际的领域 也不能完全挡住它 所幸便让它进来 遥远的刀屿 明坐不动的战地 脸上露出一个微笑 剑之领域内 一阵寒气涌过 一个若须若实的身影 凝结成形 正是战地 以神石破空 千里化身 所得的幻想 你要朕帮你什么 战地笑道 你在此毫无遮挡的谈论 怎样对付圣殿 难道 你就不怕那些潜入的魔族 具有大能力者 直接如我一般 魔石 轰入你的领域之内 风云无际从容道 若是如你所说那般 那么 我反倒应该庆幸了 哦 魔族能潜入圣殿高层 必有古怪 你可曾见过魔帝皇 大摇大摆地进入太古 风云无际平静道 嗯 确实如此 战地赞许地点点头 随后直接道 你想 我怎么帮你 击杀所有 从太古潜出的魔族 风云无际一字一顿 斩钉截铁道 那张平静的脸上 为一片阴森的寒光所取代 第409章 变中变 迎获退走 分天下 三强寻歌 战地点了点头 脸色亦是一片严肃 朕明白 圣殿重现之后 朕会传令天下 所有武者 都不得在这段时间内 和开空间 不过 修法者那边 可就难说了 这个 我会去说服 修法者的圣者的 风云无际断然道 我想 圣者会明白 现在该怎么做的 战地的眉毛威扬 果然 既然 你能解决修法者 可开空间的问题 那就更好了 太古 中部以北 只要出现任何空间波动 即空间穿越者 朕 都会将之一律击杀 包括剑狱弟子 说吧 看向风云无际 似是想试探 风云无际的反应 孰情孰众 我还明白 风云无际 风云无际沉声道 剑狱所属 会退出太古北部 太古中心西南 我会亲自坐镇 任何迫害空间者出现 我都可将之 一举击杀 另外 大光明王 杨尊那里 我会招人去通知的 这次 恐怕还得借助你的声势 风云无际 漠然地看向战地 只要宣布剑狱 与战族结盟 我想 大光明王 杨尊 会明白怎么做的 也能只好如此了 如今 事情知道的人 越少越好 迎霍探人一声 点点头道 这次之后 我会去和他见一面 希望他能明白 若是行不通 也只能借用 你们俩的声势了 北面 由阵作阵 西南 无际 你可以作阵 其余部分呢 谁来作阵 战地问道 脸却是看向迎货 意思 表露无遗 不 风云无际断然道 迎货前辈 我还另有要用 哦 那你 准备用谁 风云无际没有说话 头部转向了身侧 一言不发 抱紧而立的西门吹雪 战地的目光停留在西门吹雪身上 眉头微微一扬 出乎助人意料 战地的回答却是 可以 有他 足以 西门吹雪的表情漠然 两人眼光投注到他的身上 西门吹雪 却是视若未见 身躯挺直 一动不动 只是在风云无际眼光投来过时 微微汗手 示意 完全可以做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